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自由3C 頻道 那我們今天要來聊聊三月的重點科技新聞 那在這一個月中呢,其實我們都還是受到武漢肺炎的影響 我們像是在防疫的時期,大家都會躲在家裡打電動或是看影片,減少外出的機會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網路的用量就非常大 像是知名遊戲平台 Steam 他就宣布 在22日、23日這個週末,他們創下了同時在限量數達到2200萬人的新紀錄 那其實就看到,這個時候宅經濟正在爆發之中 然後當大家都擠上網路的時候,其實會造成另類的網路危機 為了怕網路不夠用呢,知名串流平台Netflix、亞馬遜、迪士尼都陸續宣布 將會調整歐洲用戶的影片畫質,降低整個網路的負擔 另外像是我們大家常看的YouTube平台 更是將範圍直接擴展到全球 所以如果你現在用手機看影片的話 其實你可以發現你的預設畫質只有480p 當然你還是可以啟動高畫質,但是就得用手動調整了 那在防疫時期呢,還是有新產品登場囉 像是蘋果在18號的晚間 無預警的推出了全新的iPad Pro以及MacBook Air 其中呢,iPad Pro搭載了全新的相機模組 多了一顆超廣角鏡頭以及全新的光學雷達掃描儀 大幅強化了它的AI應用能力 另外一個亮點呢,則是蘋果推出了全新的巧控鍵盤 跟iPad Pro一起使用多了一塊觸控板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蘋果開始把滑鼠遊標 像MacBook般的操作帶入iPad之中 它更像是一台筆記型電腦 而不是原本的平板電腦了 至於全新的MacBook Air呢 它則是換回了剪刀腳尖盤 另外在硬體的部分 它的處理器升級為Intel第10代的產品 硬碟空間也來到了256GB 重點是它的價格並沒有改變 所以在輕薄的筆記本之中 它已經算是相當具有競爭力的產品了 除了已經上市的新產品之外呢 其實外媒在iOS14的程式碼之中 也發現了很多等著上市的新產品 像是有兩款新iPhone 它是搭載經典的後鍵設計 而且它分別是4.7吋以及5.5吋 被認為是平價款的iPhone機型 另外AirPods無線耳機也會有新產品 這次不會再是耳塞的設計 而是改為全罩式的耳罩設計 還有還會有一款是藍牙追蹤器AirTags 它可以讓你掛在像是錢包啊鑰匙圈上面 當你東西不見的時候你可以用手機找回它 還有就是全新的Apple TV 我們剛剛說了這麼多新產品 但是我們卻不知道 下一場實體發表會是什麼時候 因為很多大型活動都因為疫情的關係而取消 像是我們知道的E3電玩展 蘋果WWDC 微軟的開發者大會 台北電腦展 以及台北電玩展 這些活動都取消了實體的活動 改為線上或是乾脆停辦 另外像是Google的開發者大會 更是直接連線上活動都宣布他們不要辦了 那從2月開始疫情爆發之後 一路到未來的6月 那這段時間中的活動呢 基本上都是遭取消或是改為線上舉辦 那我們也會擔心疫情這樣持續擴散下去 會不會下半年的活動也受到影響 那在狀況還沒穩定之前 我們也只能靜觀其變了 好 那我們3月重點新聞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掰掰 4月1日 1倍 1�� 4